凯提小字367万个,手抄书152本,手工装针后按顺序整齐放在箱子里,箱子堆起来占了一个卧室的四分之一。 这些被山西进城一位七旬老人视为镇宅之宝的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四大名著手抄本,是他耗时八年完成的作品。 现年76岁的张喜才是山西省高平市四肢应燃厂的退休职工。 平时喜欢写写字、唱唱曲儿、恋恋太极健、文艺范儿十足。 在印刷业发达的新天,张喜才老人因手抄四大名著成为当地名人。 又抄四大名著,抄四大名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,我瞎着就行,我就瞎了你,我瞎了你。 弹起手抄名著的初衷,张喜才是在2011年看到,随着智能手机、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及,身边人很少在用笔写字,用毛笔的人更是凤毛麟角。 张喜才从2011年开始,持续坚持了八年时间,才将四大名著抄完。 在这个过程中的艰辛,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 一共抄写了八年四年,直到18年的十一二十三号抄完的,一共抄写了152本,整个要是这个裸起来,能裸高到三名多高,一共是367万字。 买纸,裁剪,打嗝,书写,每一步他都亲自完成,一天抄写十几页,装完一本后手工装针,就连风皮也是张喜才用废旧档案袋裁剪后涂了颜色做成的。 因为这个里边从柴子到装钉,打嗝子,全部是手工,最后装钉。 连通这个装钉拱戒我就买了火烧,这个里边刚开始是买了这么那个老皮鞋,它结上那个鞋子那个锥子,把它带起来这个线。 有志不在年高,无志空火百岁,张喜才常用书桌上压着的座右铭鼓励自己,身边书法爱好者见他如此,也想效仿,但大多半途而废。 这个里边其实是相当大的意义,说实际上,所以说我就把它筹名住写字,说称的是写,一直写字,更是写,一直的实际上,没有一定的意义,可以说是老夫写的。 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来说写字中转试你不要了、打嗝儿,叫做写字他们说咱们吻,叫做写字,叫做写字的人? 我们来说写字的写字的写字,然后拿我们来说写字,所以我们 explodes你。 之前是写字的写字的写字,再写字,大家看看写字的写字。 我们来说写字的写字,自写字的写字的写字,写字的写字。